早前2021年7月4日的精華短片 時事追擊2021年6月2012信息應影片 經以引用日和牧師 在兩個多月前4月19日的一段錄音 詳盡解說接下來整個世界所發生的災難 都是源於人惡代石安所致 當時日和牧師在陸際災在溪水旁期間 想起在1996年雙氧水事件中 馬來西亞正是其中一個 曾經公開焚燒石安教會講導帶的國家 於是牧師就在訊息中預告 在這段錄音公開首播當日起 甚至在接連的日子中 我們將會一同見證 臣向馬來西亞施行審判 報應他曾惡代日和牧師以及石安教會 結果上述錄音一直輪候 至今年6月24日才公開首播 並一如牧師所預料 在這篇災在溪水旁首播當日 即今年6月24日當日起 在接連的日子裡 臣一直沒有停止對馬來西亞施行審判和報應 就在當日 馬來西亞的疫情不斷升溫 它的嚴重程度 甚至超越當時世界對印度疫情的關注 瞬間成為了全球眾多傳媒的新焦點 臣有意為之 令馬來西亞的疫情急速惡化 目的就是去明證日和牧師以及石安教會 就是永恆辛苦的身份 完全應驗牧師在今年4月19日的錄音內容 接下來整個世界將要發生的災難 都是源於人惡待以及拒絕石安所致 這就是全世界遭遇七年大災難審判的真正原因 6月27日 由於馬來西亞疫情嚴峻 連續五天單日確診超過五千例 首相無油丁將馬來西亞一系列封城防疫措施 改為無限期延長 全國軍限制出門和活動 7月2日 馬來西亞衛生部發佈新冠病毒基本傳染素Arolot 數字連續七天增長上升至1.07 為疫情以來最高紀錄 即圖中所見的紅色指標線 大家可以清楚看見 今年6月24日 該篇災在溪水旁公開首播當日 當時馬來西亞的新冠病毒基本傳染素Arolot 仍處於安全係數1以下 只有0.98 隨後 數字持續上升 並突破安全係數1以上 到了7月2日 更約升至危險係數1.07 隨後一直居高不下 基本傳染素Basic Reproduction Number 代號Arolot 而有效傳染素 代號RT 即是建基於基本傳染素Arolot 令各國政府可以估算病毒 在一定期間內T的傳播能力 普遍以疫症爆發地區 至於最近7天確診個案數來進行估算 簡而言之 新冠病毒基本傳染素Arolot 是一個反映疫症嚴重程度 以及防疫措施是否足夠的指標 實際上疫情是否得到控制 便取決於這個數字能否持續少於1 若果RT少於1 代表傳染病將會逐漸消失 若果RT大於1 則代表傳染病會以指數方式廣泛傳播 成為這些地區的流行病 即大家耳熟能長的流行疫症 在今年6月24日 該片災在溪水旁公開首播前 即今年5月底 印度人為了逃避變種病毒的致命影響 已紛紛開始大逃亡 並逃到鄰近的馬來西亞 觸發當地第一波印度變種病毒的擴散 由6月1日開始 馬來西亞已實施全國全面封鎖 禁止印度以及其他國家的旅客進入 因此 當時馬來西亞的基本傳染數RT 在6月12日以降至1個月身低 達至安全係數0.9 並一直維持在RT少於1 代表傳染病將會逐漸消失 局面一直向好 情況非常樂觀 然而 就在今年6月24日 該片災在溪水旁公開首播前 馬來西亞的新冠病毒基本傳染數RT 卻持續上升 並突破安全係數1以上 到了6月26日 即266當日 馬來西亞13個州屬之一的尤佛州 當日的新增確診人數為329人 累計達69,699人 同時出現266和329 即信仰顛峰923的鏡面倒置 以及69等共同信息數字 而每年9月23日 正正就是隨潤年以外 每年的第266日 所以 329和266一直是遙遙相對 互有關聯 甚至 當星期6月27日的主日 正是天馬座行動第329篇 同樣是數字329 兩個數字是完全一模一樣 連一篇信息都沒有偏差 並且329正正就是923的鏡面倒置 因此 連一個日期 一個數字都沒有偏差的印證程度 實在極為超然和驚人 絕對是神的刻意安排 此外 6月27日 當星期的主日之後 馬來西亞的基本傳染數R0 更由當日的安全系數0.99 一度突破1.0 隨後再不斷攀升 直至7月2日 馬來西亞衛生部發布的圖表顯示 馬來西亞全境共8個州屬 以及聯邦直核區的基本傳染數R0 均已超過1.0 包括它的首都吉隆坡1.03 而行政首都普特拉加亞 更一度增至1.13 情況極度嚴峻 7月17日 馬來西亞每日確診人數持續破萬 每日超過1萬多名新增患者湧入醫院 令當地醫療系統不升負荷 7月18日 馬來西亞疫情持續惡化 死亡病例以及活躍病例持續攀高 當地新增153人死於新冠肺炎病 累計7019人死亡 新增10710宗病例 累計確診病例916561宗 在醫院裡仍然進行治療病例數目 達到124593宗 是疫情以來最高的數字 當地著名媒體光華網 以標題新冠病死者遺體過多 棺材車排隊等下葬報道 馬來西亞疫情之嚴峻 死亡病例連續破百 其中光華網轉載吉隆坡 過頓醫師賣墓地附近 居民從睡房窗戶所拍的片段 從視頻可見 當地一些墓園 出現新冠病死者排隊等候下葬的慘況 場面令人心酸 居民稱 將這些狀況記錄下來 並不是要製造恐慌 而是希望起警惕作用 當疫情已導致全國全面性封鎖 但是馬來西亞確診數目仍然每日持續破萬 守法、封鎖、罰款 這些通通都失敗 已證明完全無效 這個時候還能夠指望什麼呢? 可悲的是 最終能夠讓人真正警惕的 就只有死亡 此外 馬來西亞主流新聞媒體馬辛社也報道 馬來西亞雪舟沙亞南21區的穆斯林務員 近日同樣出現這種境況 一輛接一輛棺材車排隊駛入霧原 沿途由穿著防護裝備的警隊開路 估計車內都是載著新冠病死者的遺體 死者之多 令人感嘆以及擔憂不宜 路人亦不敢拿出手機拍下這個景象 其中 多個媒體轉載一段 由挖掘機上拍攝的影片 估計是由當地霧原 負責挖掘墳墓的工人所拍攝 記錄了馬來西亞一個前所未見的場面 一輛接一輛棺材車 日以繼夜持續駛入霧原 大量剛剛挖好的坑洞 等待著每日數之不中的遺體下葬 好 沒有結構 有遺體 不足 成績 能力 開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A somber mood was felt at the Section 21 Muslim Cemetery on Friday during the burial process of those who died due to COVID-19. A motocad of six hearses driven by health workers and accompanied by police arrived at the main entrance gate of the cemetery at 7.40pm. Cries and recitations of holy verses from the Quran could be heard from the next of kin of the dead who had waited patiently since 4.30pm for the arrival of the hearses. At least 14 COVID-19 patients have been buried there on that day. More than 6,700 people have died due to the virus since the start of the pandemic. 7月21日马来西亚再新增11985宗确诊 累计达951884宗 卫生总监丹斯里洛希山表示 雪兰娥依然是确诊病例最多的州属 单单一个州份已多达5550宗确诊 而吉隆坡和吉打 则分别新增1174宗以及800宗 可见,自今年6月24日 该片灾在汽水旁公开首播这段预告 预言马来西亚将会遭受神的审判开始 马来西亚的新冠病毒基本传染数R-Knot 就一直持续上升 突破安全系数1以上 一直居高不下 截至现时为止 马来西亚在这一个月里面 每日确诊病例数目仍然持续超过1万例以上 死亡病例亦每日破白 多地军出现棺材车一辆接一辆排队进入墓地 围体轮候下葬的惨犯 毋庸置疑 当前马来西亚的疫情 完全应验入和牧师 在今年4月19日录音的预告 接下来 整个世界将要发生的灾难 完全是出于人恶待石安 因而招致神的审判和报应 事实上 当年1996年马来西亚教会 正是因为养份疗发信息 而公开焚烧石安教会的港道带 同时 当前唯一最有效 能够杀灭新冠肺炎病毒 以及压制这场疫情继续放散的方法 也正正就是养份疗发 正确地运用低浓度的臭氧 显然 神是刻意用这场疫症 成为当年马来西亚公开焚烧石安教会 港道带的审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